各位有趣的灵魂 我是你们的优酷游戏播客 博伟鞋店 夏日怀旧的季节嘛 清泊老库存何老不为呢 准备最后一次带大家深入了解一下 2007年的恐怖经典 克莱夫巴克的耶利哥 黄沙之下掩埋着可以说是 横跨5000年的碎片化故事 核心都是围绕着人类战士 牺牲自己对抗上帝的失败造物 出淡者的经历 三年多前我讲了这个主线故事 和他那个惊天地气鬼神的结局 那上期视频我认真讲述了 主角团耶利哥小队的七名成员 以及他的设定 而这次咱们就以追溯的方式拼凑出 5000年的时间长河中 究竟有多少野心的人类势力盘算着 在这个沙漠中的古城释放出淡者 以获取黑暗力量的恩赐 早在耶利哥小队隶属的 美国超自然作战部还没有成立的时候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 纳粹上台后的欧洲政局非常的紧张 英国安全局接了一份报告 说有一个和纳粹集团关系密切的 德国神秘团体正在调查研究 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超自然现象 起初这些报告并没有引起重视 基本上都被驳回了归党了 直到西班牙内战爆发 当地有战地报告这么说的 说轰炸期间出现了奇怪的现象 比如这炮弹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突然改变了路径 直接落到这个隐蔽的位置 就把人给炸死了 还有子弹会绕开障碍物击中不可能的目标 还比如一些不明身份的审讯者 一言不发就能获取这福禄脑海中的情报 然后西班牙共和军的高级指挥官 在地下避难所 这喝着咖啡呢 根儿就暴毙了 要么就自燃了 非常奇怪 而这些经过英国安全局的秘密调查 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 原来纳粹正在利用西班牙内战 来实地测试新开发的超自然作战单位 这支神秘团体建立的特殊部队 被称为精神部队 反正在游戏里边确实挺惊人 这支部队呢 他们就伪装成秃鹰军团的后勤 还有情报部门 介入了西班牙内战 然后这个精神部队 经过长期的研究 终于把超自然力量给应用到了战争领域 在西班牙取得了实战效果之后 这个精神部队的灵能特工 察觉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地点 也就是鲁伯哈利沙漠中的这个阿克里古城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 德军就占领了这个阿克里古城 当地的这些著名男女老少 就被强迫带走进行挖掘工作 然后部队挖掘的目的是什么呢 说要寻找传说中的苏美尔神殿的手稿 灵能特工感知到了古城下方 有某种强大的超自然力量 在他们挖掘期间 就有几百号人急劳乘级死了 而指挥挖掘工作的领导 是臭名昭著的纳粹女魔头 汉娜利西汉美尔 在设定里边 她是一个典型的日尔曼血统 高挑的身材 金发碧眼 但是却冷酷嗜血 这简直青年时代就显示出了 强烈的虐待和破坏倾向 她有个种异能 能感到他人的思维活动 所以这个汉娜就被招入军中 从事刑训工作 这一期天 她就完善了自己的能力 而且她自己乐于施虐的同时 还是一个受虐倾向严重的人 既要又要 她就特别喜欢以摧毁 对方的精神世界为乐趣 制造特别多害人听闻的事件 比如说强迫母亲 生吞自己的孩子 或者影响目标的精神力 让目标肢解自己 挖出自己内脏 英军得知 得放原来有这么一号人物 还有这个超自然部队 心里边一着急 你别牛逼 我也有 于是他们就联系到 英国最著名的神秘学家 绰号野兽的 阿雷斯特·克劳利 在他的监督之下 全方位的挖掘了一批 在军队中 用特殊感知的人 短期内 把他们训练组建 成了一支特殊部队 也就是夜巡者突击队 这支部队的成员 全部都有实战经验 相比那些普通士兵 他们还全都具有 超感官能力和神秘的技能 在克劳利的严格统帅下 夜巡者很快就掌握了 超自然作战的药率 他们可以使用 戴要符文秘咒的武器弹药 在作战的时候 解读咒语 和正确的利用各种遗迹 在美国方面的 超自然作战部成立之后 双方通过机构高层 分享情报 美国超自然作战部 负责分析情报 然后英国的夜巡者 负责作战行动 为了赶上德国人的步伐 夜巡者就派遣了 帕特·巴克兰少校的突击队 前往沙漠中的阿克里古城 目的是消灭汉纳 里希汉梅尔和他的精神部队 但是夜巡者小队 抵达阿克里古城后 没多久就断联了 女魔头里希汉梅尔的 精神部队也消失了 从此就在现实里 找不到踪迹了 而自内之后 德军在阿克里古城的 挖掘资料也全部都丢失了 过了没几年 随着德军战败 阿克里古城就被盟军占领了 夜巡者和超自然作战部 合作在这个古城中 建立了一个前哨 目的就是勘测 这个古城下方的维度裂缝 也就是耶利哥游戏一开始 咱们这个主角团 去到的第一个场景 那么这支英国的夜巡者突击队 到底遭遇了什么呢 原来是他们在抵达 阿克里古城之后 七人小队 以德国精神部队展开的大战 虽然获得了暂时的胜利 但是他们才意识到 这个女魔头里希汉梅尔 已经打通了密合的维度裂缝 并且进入了密合内部的世界 企图释放出弹者 为了阻止纳粹的阴谋 夜巡者七人小队也冒死进入了密合世界 并且在后续把1942年的阿克里古城 也封印到了密合里 所以他们的现实维度中就消失了 上期他们就讲到密合中的世界 不适用于任何现实世界的概念 其实在这儿给大家看一段 这个夜巡者的片段 大家都知道 你都会想要坐下来 这儿 没有什么意义 在这儿的屏幕里 这儿的屏幕里 没有通常的屏幕 没有通常的屏幕 死亡 夜夜夜夜夜 如果你死亡 你会带你 然后当你回来 你可能会看人 但你连到第一季 你知道的第一季 对吗 我认为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进入密合世界中的人类 只要死掉就被初弹者的力量改造成血肉模糊失去人性的活尸傀儡 1942年夜巡车小队进入密合的裂缝 然后就被永远的困在了里边 他们在这个1942年的时空中要不断的和黑暗势力作战 在这个没有时间概念的地方 一旦死掉就变成黑暗傀儡 而这个初弹者被困在密合深处的基准罗盘中 也就相当于这个密合最原始的那一层 他作为大反派从一开始就在等等等 等被吸进来的人类把自己给放开 女魔头李希汉美尔和他的精神部队士兵 全都已经变成了初弹者的爪牙 而夜巡车小队也要永恒的守在密合最新的这一外层 阻止有可能在未来出现的新裂缝 每次裂缝出现的时候 密合就会带走一部分现实的时空 拓展他内部的世界 叠叠叠叠叠叠 其实就像他们打那个比喻套娃一样 一层盖一层的越来越大 夜巡车小队进入密合之后不久 就被传送到了一个中世纪的神庙中 遇到七百多年前 同样为了阻止初弹者的圣殿骑士团的一个修士 理查德德格雷 这理查德德格雷在密合中已经坚守了七百多年 他其他六个同伴不是疯了死了 就是被关在某地方 然后这个格雷修士就向小队讲述了 自己当年对抗黑暗的经历 这咱们就得再往上倒 倒到十三世纪初了 十字军东征横跨了将近二百年的历史 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长期冲突之一 一二一二年前后 欧洲基督教设立依然企图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城 而这个时候 一个叫马尔修斯圣克莱尔的主教 他饱受自身欲望的困扰 因为他患有某种肉体疾病 普修多年 甚至还无法控制自己的食欲 他心中始终带有一种对永生的贪恋 尽管他出于身份 终日严格的忏悔 但是依然无法摆脱这个永生的欲望 就这么着一天一天 他就担心自己的灵魂会被投入永恒的烈焰中 于是他就前往了梵蒂冈 寻求救赎 梵蒂冈图书馆藏有世界最多的教会书籍和手稿 圣克莱尔就在这个教廷的图书馆中 翻阅了大量神秘典籍 其中他最感兴趣的 就是《初弹者降临世界》的这么一个文杠 当时这个说法没有太多人相信 虽然之前的历史中 也曾经有一些野心家试图找到这个初弹者 但基本上都无功而返 但是这个圣克莱尔主教一下都沉迷进去了 他就开始琢磨 这个最接见上帝 甚至连上帝都无法毁灭的初弹者 肯定能把我从这个永恒的诅咒中解脱出来 我要是能成功的解救他了 那岂不是可以得到他的眷顾 获得永生吗 此时不看更待何时啊 于是他就开始等日钻研这些异端理论 钻研的差不多了 就开始寻求会见当时的教皇 英诺森三世 被教皇接见了之后 他就说自己已经发现了通往伊甸园大门的具体位置 就在阿拉伯鲁伯哈利沙漠腹地的阿克里古城 而这个圣地如今已经被萨拉森人占领了 这个萨拉森人按历史上来说 就是拉丁文里面对这个阿拉伯帝国穆斯林的称呼 而这个游戏故事中啊 这个1212年前后应该是阿巴斯王朝的晚期 而这个时候阿巴斯王朝早就不是400多年前和圣唐帝国打过达罗斯之战的黑衣大石了 教皇英诺森三世晚年的时候正好是教廷权力的巅峰 这圣克莱尔主教一顿忽悠 就说圣父啊 您别看这阿克里古城地处贫瘠的沙漠 但是得到他的意义非同小可 我愿领导一支十字军 亲自为整个基督教世界夺回他 但是教皇就很好奇啊 问你凭什么这么自信啊 这圣克莱尔主教有理有据 就说我深知一个能对抗异教徒的秘密武器 什么呢 就是咱们基督教信仰的孩童 孩子们纯洁的信仰比什么都锋利 又比什么都坚固 这力量简直刀枪不入啊 您只要帮我选择一大批合格的孩子 外加上一小部分成年十字军战士带头护航 不出数月 阿克里古城定会回到基督的怀抱 这教皇英诺森三世故的也被忽悠权了 还真就答应了这个要求 然后短时间内教廷就从欧洲大部分地区 争了一批符合要求的孩子 很多都是求人家庭的 男孩女孩都有 规模已经上万了 这些孩子都是自愿以基督的名义作战 但是宗教归宗教 现实归现实 问题是从欧洲核心地带集结 再到这地中海沿案披上登纯 再横跨大半个地中海抵达阿拉伯半岛岩 这对于成年人来说都是一个生死考验 更别说这帮连盔甲都拿不动 剑都举不下来孩子们了 就算您成功抵达了阿拉伯半岛 碰不到敌人 您还得横行沙漠呢 所以说这简直就自杀行为 这个圣克莱尔主教 他湖里边藏着什么药 别人也真心不让 只有他自己明白 纯真的孩子好控制啊 就算把他们拉过去当炮灰献祭了 也足够打通密合维度缝隙了 而这个孩子们路上就算害怕 心里边唯一的念想也是 上帝自会庇佑我 就这么着靠了一批精英十字军的带领 1212年 这批儿童十字军从欧洲出发了 结果还没下海就卡壳了 怎么了呢 圣克莱尔主教和这十字军期盼着 摩西当年开红海不是吗 那咱们就开地中海 这把咱们这么多人带着神圣的使命 这地中海不得为咱们军队分成两半啊 结果就等 等了小半年 这地中海风平浪静 什么动静都没有 一想不能干等啊 这预备口粮也不够啊 然后这圣克莱尔主教就琢磨着 找商人那边租点船吧 但问题是 你没点好处 这商人凭什么给你船用啊 然后就到这帮孩子厄运的开始 利益驱使 有的商人就开始打上小算盘了 把这几万个孩子里边的一部分 强行给弄走当奴隶了 甚至卖去当性奴 圣克莱尔主教他并没有在意这些 他就觉得能到阿克里古城 比怎么到要更重要 牺牲了第一批孩子之后 成功的弄到几艘船 这为数不多的几艘船 挤满了成千上万的孩子们 不过这些商船啊 可能因为大小不一 质量也参差不齐 在这之后的航行中 有两艘商船遭遇了罕见的风暴 直接沉了 还有别的船偏离了航向 不知道开哪去了 最终一二一三年 才有少量船只抵达了阿拉伯半岛 圣克莱尔主教和少量十字军战士 带领着仅剩的 也就那么一两万儿童十字军 开始穿越沙漠 向阿克里古城进发 这途中有不少孩子身体垮了 饿死渴死了 最终在沙漠腹地 他们发现了一片 很像废墟的地方 也就是阿克里古城 这地方并没有他们想象中 那么高大上 反倒是像了一个 已经被废弃很多年的坟墓 按历史上来说 阿巴斯王朝这时已经示威了 并没有大量的驻军在这地方 圣克莱尔主教就命令 这成年十字军和儿童十字军 开始劳作 利用一些现成的材料 在古城这废墟附近 打造了一个大本营 正好建在封印出弹者的 密合裂缝上方 就在这个主教盘算着 释放出弹者的时候 欧洲那边圣殿骑士团的成员 听说了主教带领儿童十字军 东征的事 外加在地中海沿岸贩卖儿童 这些事儿估计也传过去了 圣殿骑士团就怀疑着主教动机不纯 然后这个骑士团中 有一支特殊的战队 成员是七个战斗修士 他们这七个人全都拥有特殊能力 他们也知晓出弹者的存在 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特殊能力 所以被教廷视为异端 当这个骑士团的战士们意识到 这个主教要释放出弹者的时候 就立刻急跌出发 前往阿克里古城阻止它 倘若阿克里古城出现大规模的杀戮 积攒足够的负面力量 再加上这么一个野心者的贪欲 那么这个维度裂放肯定会再次开启 这个理查德格雷修士领衔的七人骑士团就出发了 在抵达阿克里古城的前几天 古城里边出事了 萨拉森人发现石军出没之后 就集结了一支部队准备讨伐他们 圣克莱尔主教命令成年石军进攻 但是这些石军战士见证了一路上的遭遇 外加上疲惫饥饿 干了好多活 根本就不想为他打仗 而且觉得他就是一疯子 这圣克莱尔主教说了 使用不动你们是吧 那我让孩子上 他就命令仅剩的一万多儿童石军 去大本营的外围对抗敌人 然后这帮儿童石军出去猎阵 萨拉森人一看都傻眼了 他才几年没见啊 这老石子儿现在这么不地道 这么老眼跑过来童子军团建来了 他们当时第一想法是劝详 但是遭到主教的拒绝 于是萨拉森人的军队 就对儿童石军展开了碾压式的屠杀 就可以说当天这帮孩子们就全员祭天了 这一幕把大本营剩下的成年石军都给吓傻了 这圣克莱尔主教个人吓得 直接躲进大本营这小教堂地下 祈祷请求赎罪了 然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但是萨拉森人并没有一股作气 继续拿下石军的大本营 在屠杀之后的间歇 这成年石军忍着恐惧 就开始收集废墟外围的尸体碎块 填埋在废墟下方这地穴里 要么就把尸体给焚烧掉 但是没过多久 石军就发现这些儿童的尸体 冒着黑烟就飘在空中 很快就变成像腐尸一样的状态 开始张牙舞爪的袭击活着的同伴 很明显出弹者的力量让这些惨死的儿童变成了自己的爪牙 这些儿童石军也带着怨恨 开始狂杀异教徒 就把之前杀害自己的萨拉森人给囤灭了 而圣克莱尔主教以为是自己的祈祷得到的回应 以为这些孩子们被上帝复活了 但是没过多久 他就被这些儿童的实体恶灵给虐杀了 据说惨教生持续了好几天 那以上这些也就是短短两三天内发生的事 当七人圣殿骑士团抵达阿克里古城的时候 发现这里几乎就没有活着的人了 骑士团的战士们听到了地下室的惨叫 得知主教可能在里边 于是就把地下室的入口给封了 圣克莱尔主教死后 也被触弹者的力量转化成了恶魔一样强大的尸体 而就算变成傀儡的主教 依然希望通过安息儿童的亡魂 让自己得到救赎 但是他自己可能也没意识到 自己确实已经达成了永生 伴随着密合维度裂缝的开启 出弹者的力量再次溢出到了现实 一二一三年的阿克里古城时空 被这七人骑士团给成功的封印了 也就成了这个密合世界的最新一层 而骑士团绕开了圣克莱尔主教 准备以特殊的能力净化这些恶魔化的儿童 就算自己驱散了这些儿童的怨灵 过不了多久 这苍蝇飞到他们的尸块上 这些尸块很快就被黑暗力量重组 然后他们又活过来 再次厮杀任何活人 而那些死去的成年战士 也变成了傀儡 就像尸心疯一样杀戮任何活着的异教徒 当然可能所有人对他们来说都是异教徒 于是骑士团的战士们就通过裂缝 进入了密合更深一层 他们居然遇到一千多年前 同样试图阻止出弹者的罗马帝国某百夫掌 在知晓了密合原理之后 骑士团的战士们就意识到自己永远也出不去了 他们唯一的使命就变成了在密合世界中想办法阻止出弹者 把自己永远的留在了密合永恒的一二一三年时空 没有饥饿不会疲劳没有时间概念也不会变老 在密合的这一层时空中永远的对抗那些死了又活死了又活的实体恶魔 有的骑士团战士坚持了几年失去理智了 而有的更久坚持了几个世纪 但是也逐渐的失去了理智 失去理智的战士们互相攻击折磨甚至自杀 最终也变成了出弹者的黑暗工具人 这其中有一位叫威廉奥塞尔的修士 足足熬过了五百多年 精神才崩溃 他就开始质疑自己的信仰 包括骑士团甚至上帝本身 而他独身行为激怒了仅剩不多的伙伴 于是他们就把这个威廉奥塞尔用铁链和枷锁给铐住 严刑拷打 把钉子扎到他的头上 久而久之的威廉也丧失了意志 在余后的几百年里 他就带着肉体的痛苦 开始了漫无尽头的冥想 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中 不管你是死了也好 没死也罢 你只能永远被痛苦折磨 久而久之七人骑士团 只剩下了理查德德格雷这个修士 他也保持着完好的肉身和相对的理智 不过他在这几百年的折磨里 精神状态也不能说完全正常吧 直到1942年 英国的夜巡哲小队 再次进入密合维度的时候 这位格雷修士把这个夜巡哲 当成了上帝的战士 而到了21世纪 耶利哥小队对抗的那个反派 安朵德里奇进入了这个密合世界 这格雷修士甚至把他当成了大天使 密合里边虽然是不变的时空 但是密合外的世界早就变了 直到咱们之前讲到的二战时期 女魔头利奇汗门打通了维度的裂缝 让初弹者力量再次触碰了现实 英国的夜巡哲小队也进入了密合 遇到了理查德德格雷修士 咱们前面讲到这个七人骑士团 最早进来的时候 在密合的下一层 遇到了罗马帝国时代的一位百夫长 泰提乌斯 这位百夫长已经被钉在这脚手架上 被钉了一千多年 死去活来死去活来的 通过他用拉丁语的描述 圣殿骑士团知晓了更古早的故事 时间再往前刀一千多年 公元37年时 罗马帝国的尤利乌斯克劳迪王朝鼎盛时期 新的皇帝 盖乌斯日尔曼尼库斯 也就是卡利古拉 罗灵帝 这也是一位暴君 那此时的阿克里古城 地处罗马帝国东部一个行省 叫阿拉比亚 北方就紧邻着安息帝国 那我觉得这儿必须花两分钟 好好盯正一下 免得会有一些 分不清架空和现实的朋友 这个游戏故事里边 这个阿克里古城和现实里边 以色列北部那个中文艺名 阿克里或者阿卡的古城 没有半毛钱关系 咱们现实那个阿克里古城 是英文A C R E 而故事里边这个是鲁伯哈利沙漠的后缀 A L K H A L I 而且这游戏里边说的明明白白的 它在阿拉伯半岛的鲁伯哈利沙漠北部 所以说在咱们这个世界现实中 没有这座古城 没有这座古城 纯架空 反复敲打三遍 所以以后再有人说 这个耶利哥故事里边 这个是什么以色列的阿克里古城 你就直接告诉他 别胡周了 另外这个游戏故事 也是半架空的历史 它都低谋世界了 咱就别把它和现实世界对比了 现实世界里边 罗马帝国公元38年左右 这个灵地卡里古拉统治的时候 压根没有真正占领过 阿拉伯半岛的北部 而且那边基本都是小国林立 至少也得是公元一零几年 澡堂的大拿图拉珍在位的时候 才短暂占领了阿拉伯半岛北部 而且也不包括这个鲁伯哈利沙漠 所以说只是在耶利哥这个游戏故事里 罗马帝国在公元三十几年 占了阿拉伯半岛 而这个阿克里古城还被建成了 这个沙漠行省的枢纽 然后基本上咱们这游戏的时间线里边 裂缝每开一次 相对密盒都会再吃掉一次阿克里古城 然后在现实维度里边又会变成废墟 我后来视频做完之后 我觉得这点还是得补充一下 这片地区相当一个流放地 统治阿克里古城的是一个地方总督 卡西乌斯维库斯 而这个人在上一任皇帝 罗太宗提比略统治的时期 是帝国核心地区的一个保民官 但是这个维库斯生命狼藉 整天吃米九十肉林 挥金如土 每天都在突破人类的下限 直到有一天 他开始吃人肉了 然后他就被判处死刑了 绞刑 不过这维库斯法外狂徒 人家压根就不蹬你这套 因为人家跟皇帝私交密欠 没事就一块吃和玩乐 以至于就算犯了死罪 也能被这皇帝保下来 哎 结果这一年 罗太宗提比略死了 这维库斯心里边一个呀 一句拉丁语的完蛋糟 不过下一位皇帝 罗灵帝卡里古拉登基后 也没弄死他 就心想看在太宗面子上 我就给你贬到这个边陲省份 做总督吧 省你碍我事 一开始这维库斯觉得 这什么他妈操蛋心黄 你把我扔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你还不干脆嚼死我得了 哎 结果过去没多久 他就真香了 因为这边陲地区远离首都 而且当地人都比较贫困愚昧 他过去差不多就是 他想这么折腾也没人烦得了 而且也没人管他 等于这个行省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活体手办 这么一来 维库斯相当于在边境上当了一个土皇帝 然后他就疯狂敛财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取之于民用之于己 连商队的车都要交保护费 三成而归自己 七成全上交 这维库斯对当地残暴的统治 甚至连周围的安息帝国都对他避让三分 他就这么着无拘无束 残暴成瘾 把自己当成了掌管一切生杀大权的神帝 就这么着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边就感觉到一个远古的力量在召唤他 醒来之后他就觉得自己梦到这是朱比特神 他就让自己的一个占卜师给分析 你给我想办法弄出一个仪式来 我一定要联络这个神明的尸体 好让我自己也在这个极乐天堂占有一席之地 这个占卜者捣出了好几天 回来就对这个维库斯说 神明跟我说了 您要是想联络神本人 那您就得举行一场祭典 才能开启通往极乐之地的大门 祭典最佳的地点 可能也就是这阿克里古城的斗兽场了 而这个时候远在罗马帝国的首都 也不消停 有一位太宗提比略时期的禁卫军成员 也就是那个泰提乌斯 他也被贬到了阿拉比亚行省的阿克里古城 而且理由特别离谱 说这个禁卫军本来在太宗提比略统治时期 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新兴 但是伴随太宗驾崩 灵帝一上台 他这个仕途美梦也都断送了 这位新皇帝就开始残暴嗜血的统治了 在灵帝统治时期 禁卫军被要求执行各种惨无人道的处决令 而且这大多数对象都是手无寸铁 莫名其妙地背了一个罪名的老百姓 有一次更是残暴到了极点 皇帝强迫让一位议员的女儿和一匹马发生关系 然后还说没有满足这匹马 怒不可遏 非要让这禁卫军的泰提乌斯 当场处决这个无辜的女孩 泰提乌斯当场就拒绝了 结果这灵帝卡里古拉气的 要把这泰提乌斯也一块处决了 这个时候禁卫军的成员和一位保民官 亲自替他求情 其实你看看中很惨啊 替他求情 但是没有替女孩求情的嘛 这个灵帝卡里古拉一看这场面 也不好意思一意孤行了 想谁好折了 说我现在杀你 太便宜你了 我就干脆把你这反贼发配到边陲行省 那阿克里古城 我把你扔到那维库斯那疯子的地盘 我让他折磨你生不如死 然后泰提乌斯就被贬到阿克里古城 负责做一些特别累的差事 就是保护商队进城 泰提乌斯凭借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名望 就成了当地第一军团七大队三小队的第二百副长 有一次护送商队前往阿克里古城的时候 遭遇了一场突发的袭击 而袭击他们的居然是总督手下的罗马军团 这帮人现在税收收不够了 改名抢了 泰提乌斯小队寡不敌众 连他本人都差点丢到性命的时候 他居然被一伙人给救了 领头的是一位女巫 这位女巫领着五位同样拥有特殊能力的同伴 女巫自称马瓦西 他告诉白副长 自己是远古苏美尔时期 传承下了一支战斗巫师团的成员 他们这巫师团的人得知了一则语言 就说今天必须要解救一支被袭击的商队 并且要救下战团的第七位成员 而这个第七位成员 就是这个白副长泰提乌斯 因为他同样拥有着不得而知的感应能力 巫师团的其他成员就把出弹者的事情 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白副长 原来自从残暴的维库斯统治这个地方之后 大量惨无人道的杀戮和酷刑 已经积累了足够的业力 伴随着密合内部苏美尔巫师的死亡 封印出弹者的基准罗盘监牢已经失效了 假如维库斯再成功举行一场残暴的献祭仪式 那这密合妥妥就被打通了 出弹者获得自己灵魂逃逸 毁灭世界只是时间问题 而白副长泰提乌斯得知这些之后 就决心和其他巫师一起对抗出弹者 他们就打扮成商队成员 一起进入了阿克里古城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晚了 维库斯已经成功举行了大规模的杀戮祭典 维度裂缝被成功的打通 死掉的被献祭者也变成了恶魔 开始屠杀活人 白副长泰提乌斯和巫师团伪装之后 也就通过维度裂缝 进入了三千多年前的苏美尔密合时空 遭遇了恶魔化的苏美尔祭司 伊瑞齐加拉和其他黑暗傀儡的袭击 巫师团暂时击退他们之后 得到三个骨灰翁 复活了一位留在神殿前封印出弹者的大祭司 叫安塔杜鲁奴 这位大祭司是三千年前 人类第一次对抗出弹者的苏美尔祭司团的领袖 他这名容易说吐吐瓢 所以咱们就管他叫安塔 百夫长他们从安塔口中得知了 为何出弹者会逃出这个最内层的监牢 因为大祭司安塔拥有绝对强大的法术力量 足以把上位拥有灵魂的出弹者 封印回最底层的维度中 但是他的力量不够在分区 封印密合最外层的新裂缝 所以想要把出弹者封回基准罗盘之内 显然就要牺牲一部分现实和最新的这个欺人小队 于是巫师团在百夫长的带领下 大家牺牲了公元38年时空 作为罗马帝国边陲的阿克里古城 一起合力把这个时空变成密合最外的一层 而罗马士兵和总督维库斯的势力 都一起被封进了这密合最新的一层 出弹者也被再次封印回了最底下的基准罗盘 在巫师团告别了大祭司安塔之后 回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层时空 关闭了通向苏美尔时空的裂缝 而这样的代价就是百夫长在内的巫师团成员 永远困在了这个时空 要面对杀不完的黑暗傀儡 最终他们战败了 全员都被押送到了阿克里古城的宫殿 而此时维库斯总督已经通过释放出弹者 获得了黑暗力量的恩典 成为了一个体型更大的永生的十人巨无霸 然后他就开始折磨这些巫师团的成员 把他们折磨死之后 过不了多久 他们还会再次变成活生生的血肉傀儡 再次被他玩弄死 然后再复活再被玩弄 而巫师团领头的女巫马瓦西 被维库斯苦惑之后成为了他的一部分 我觉得大概率是被他吃掉了 但是凭借强大的精神力 这女巫马瓦西 把残留的力量留在了维库斯身体内 把他做成了一个活着的密合钥匙 正是因为女巫留了这么一手 才能方便从未来时空进入密合的战士 你只要杀死这维库斯 你就能打通苏美尔那层的维度 而这个百夫掌泰提乌斯就非常惨了 被维库斯下令钉在一个脚手架上 一次又一次的被钉死 一次又一次的复活 每次他被钉死的时候 心脏部位都会变成苍蝇 飞进他的嘴里 再次把他复活 就这么着酷刑折磨了1100多年 他才遇到了下一次 阻止出弹者的圣殿骑士团 那么百夫掌他们死之前 进入的苏美尔时空那层 发生什么了呢 咱们就要把时间退回 公元前3000年左右 苏美尔众多城邦里边 存在的一小部分异能者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城邦的祭司 这些能人构成了一只七人祭司小队 领头的是沃尔城邦的大祭司 也就是安塔杜鲁奴 他们都知晓出弹者的存在 并且时刻提防着他 而苏美尔文明某城邦一个强大的女祭司 伊瑞齐加拉 在自己的一个梦中梦到了出弹者 被出弹者蛊惑 只要释放他就可以被恩赐强大的力量 他就感应到了封印出弹者的密合入口 大概就在阿拉伯半岛鲁伯哈利沙漠的腹地 这个伊瑞齐加拉就集合了一支上万人的军队 长途跋涉抵达了沙漠中 在相应的位置凭空建造了一座像模像样的城市 最中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神殿 主要是方便释放出弹者用的 这个女祭司伊瑞齐加拉的小算盘 就是找的一个合适的日子 让这几万名士兵集合在神殿周围 然后利用自己的血魔法瞬间把他们给献祭了 这样就可以打破密合的大门 进入内部释放出弹者 伊瑞齐加拉成功的献祭了这些士兵 打通了裂缝 而这个时候大祭司安塔杜鲁奴 他们七个战士也抵达了这个地方 其他的六个人进入了密合内部作战 拖延敌人 而安塔杜鲁奴自己留在神殿裂缝之外 他本人力量非常强大 以自己的灵魂为代价 足以封印这个裂缝了 但是他知道自己封印的后果 就会献出自己的肉体 为了防止出现闪失 他就把这座新城市在内的部分 全给封印进去了 于是这个密合世界本身的基准罗盘 外边又包了一层新的维度 只要这一层的外壁 不被从外部打通的话 那么出弹者和他的爪牙也是逃不出去的 安塔在肉体死亡之后 用余下的力量给远在沃尔城邦的同僚 传达了一个使命 说是从现在直到不久的将来 要建立某种负责监视和阻止出弹者逃逸的教团 以掌握巫术的七人为编队 一代一代的传承 而每当密合最外一层被打通的时候 这些成员就要对抗恶魔 复活安塔杜鲁奴 然后再把受到影响的新时空部分 封印进一个新的密合外层中 这就是所谓的神之封印行动 神印行动 安塔杜鲁奴的祭司战友 全都战死在了密合世界 被伊瑞齐加拉利用出弹者赋予的黑暗力量复活 变成了傀儡的形态 这些我是在三年前的视频里边讲过 而大祭司安塔自己也耗尽了灵魂 在他肉体撕裂死亡之后 不久就会复活 所以在伊瑞齐加拉的控制之下 六位祭司傀儡 就把希尔老战友的尸体 分成了三个部分放在了不同的盒子里边 永恒的守护他们 以阻止未来时空的人类战士复活 大祭司安塔杜鲁奴 而即使灵魂力量减弱了 初弹者逃出最底层的基准罗盘 他也没办法立刻逃出密合世界 只能靠蛊惑现实世界的野心者 再次积攒黑暗力量 从外部的现实打破维度 才有可能进到这个最外层 而有了安塔杜鲁奴 传递出去要建立的秩序 未来的人类文明注定会有怀着 同样必死决心的战士团 重新复活安塔杜鲁奴 然后再牺牲自己 把自己封印进新的一层 但是代价就是会像轮回一样 而且你每隔多少年 多封印层时空 都要面临更大的难度 下一批进来的人 难度会比上一批要大很多 而且密合内的世界 也会因为更多的尸体堆积 变得更加腐化 这种无尽的死亡和污染 叠的一起 还诞生了巨尸笔蒙 这样特殊的怪物 所以说这样一层叠一层 似乎也并不能真正 起到一劳永逸的效果 因为但凡未来有一次闪失 就前功尽弃了 所以说这五千年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已经靠这三年多的 这三期视频 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了 我觉得你可以说是 网上最详细的 叶利哥系列视频了 但是你可能看了 我之前那个老视频 叶利哥小队并没有遵循 这个轮回 德加多觉得大伙被骗了 他不愿意小队不明不白 就困在里边 然后他就杀了安塔杜鲁奴 小队成员进入了密合最深处 和初弹者展开了终极一战 考虑到叶利哥这个故事的结尾 加而止 因为他这个制作组已经没有了 所以说这个叶利哥小队后续的一切 他们的命运也变成了未知 作为对游戏的致敬 我觉得我也应该加而止 不太碰了